《赤币之战》 《赤币之战》的记载却是全书的重大战争中最为模糊的,以至于学界对参战兵力都存在争议。 那么在真实的《赤币之战》中,曹操、刘备、孙权共投入了多少兵力呢? 刘备刘备是《赤币之战》的参战方中投入兵力最少的,因此也是史书记载最清楚,学界争议最小的。 根据史书记载,刘备在赤币之战时的主力军队大概有两万人,分别是刘夕的一万江下守军和关羽的一万水军,另外还有些零散军队,总兵力大约在两万数千左右。 孙权孙权在《赤币之战》中的兵力也是记载比较清楚的,周瑜在和刘备会面的时候明确说到自己率兵三万,刘备还嫌少。 根据史书记载,孙权当时的总兵力大约有七万人,除了周瑜率领的三万直接投入赤币之战的作战部队外,孙权还亲率两万人在后方作预备队,曹操由于各种原因。 曹操在赤币之战中投入的兵力是史书记载最不清楚,学界争议也最大的问题。 不过学界有一点共识,三国演义里八十三万曹军是肯定不存在的,根据史书记载推测,曹操在赤币之战中投入的兵力上限约为二十三万人,下限则只有七八万。 根据史书记载推测,曹操进攻荆州动用的总兵力大概约九万,但真正的前线作战的兵力可能不到五万。 在进攻荆州的整个过程中,曹操只跟刘备打了一仗,五千虎抱齐,便把刘备打得全军溃头。 由于控制荆州的刘从主动投降,曹操几乎是完整地收编了七万多荆州军,加上原有的军队。 曹操此时的总兵力大约有二十三万人,不过这应该是曹操整个地盘军队的总和,而不是真正投入赤币之战的兵力。 从几百流费到赤币之战,曹操大概进行了数月的战前准备,真正投入赤币之战,应该是五万到九万中原军和两万到七万荆州军,总数约为七万到十六万。 返回搜索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